金融先生不愧是一代文豪 他笔下的武学可谓是五花八门千变万化 更让人意犹未尽的是 他的武侠小说当中出现了许多奥妙非凡的数字武功 今天我们就来盆点一下金老笔下那些从一到万带有数字的神功 一 金融笔下带一的武功虽然不多 但最能代表这个数字的肯定是一阳指 一阳指在新修版中是大理断世的无上绝学 从天龙八部到整个射雕三部曲都有传承 在伊登大师手中尤为出彩 伊登呢不仅可以用一阳指补他人疗伤 还以此绝技成为天下武绝之一 此外呢金武侠中但一的武学 还有笑傲交互中宁忠泽的宁氏一介 鹿顶记中成冠的一纸船 以天成坤的混元一气功等等 二 代表武功二郎拳 《非户外传》中二郎拳掌门人黄熙杰的独门绝技 他曾在天下掌门人大会上与宗雄乱斗 最终被海岸臂摔下擂台 原文称这门武功全快力尘 有绝招二郎单山掌盖马三拳等等 此外二也代表着两和双的意思 以天中的昆仑派与笑傲江湖中的武当派 都有两一剑法 射雕中周伯通研究出的双手护博术 三 代表武功三花巨领掌 射雕英雄传中全真派最厉害的掌法 马鱼对战彭连虎时使用过 这路掌法是将全身的真气凝聚于玄关一窍 与人交手掌力立即如泉水般喷涌而出 掌力一层胜多一层连绵不绝 令敌人防不胜防 此外神雕侠里中的李莫愁 还创出过三无三不守 笑傲江湖中岳舞群也用过太岳三清风 夺密连环三仙剑等等 四 代表武功思想掌 以天屠隆寄中俄眉派武功 灭绝师太素来自负为天下绝学 光明顶上张无忌 在正反两一剑法下显向还生 周指若已向灭绝师太讨教思想掌为由 暗中指点张无忌破阵 此外神雕侠里中杨过曾在绝亲谷中 观古师悟出四言失见 此令公孙子大为头痛 飞狐外传中胡匪也有看家武学思想部 盘点就用笔下那些从一到万带有数字的神功 五 代表武功武罗青烟掌 段振纯早年间行走江湖时用来把妹的武功 曾传授给自己的情人秦红棉 此掌一出可熄灭蜡烛 段振纯曾连出武掌披熄了武之红烛 有关灯熄火掌之称 另外 射雕音声传中 黄耀师曾从奇门遁甲之寿中 创出了绝学奇门武传 向江湖中泰山派绝学中 也有一门武大夫剑法 侠客群中常乐帮第一高手 贝海时的看家本领叫五行六合掌 贝海时行在一个晚上 于相隔两百里的地方 分别杀死其中三杀 六 代表武功六脉神剑 天龙八部中大理顿氏的至高武学 有天下第一剑法之称 该剑法要求修习者内力深厚 数百年间就段譽一人练成六脉 段譽曾以此剑法在邵氏山上 把慕容复打得狼狈不堪 王宇燕 段延庆 就摸至军认为 段譽只要稍加练习 几年之后呢 必是妥妥的天下第一高手 其代表武功七伤拳 以天屠龙记中 空同派的正派之宝 原文称 一拳使出有几股不同的尽力 缺点是一练七伤 七者皆伤 实施商人先伤己的武功 曾被金毛氏王谢迅所得 后于此拳击毙少林神僧空剑大师 此外呢 孝江湖中江南四友之一的黄忠公 有一门独门绝技 叫做七贤无情剑 是通过在情音之中 灌注内力 扰乱敌人心神 商人于无形 其文笔下的带有七字的 其实并非武功 而是正法 以天中 张三丰曾创出过真武七杰镇 原文称 七人联手 相当于六十四位当时一流高手 同时出手 八 代表武功 八荒六合 唯我独尊神功 三连版天龙八部中 天上童脑的独门武功 新修版中 改成了天长地久 不老常春功 据童脑称 这模武功威力其大 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每隔三十年 需要返老还童一次 童脑仅差一天 就能将这门功法 去到大城 此外呢 陆顶记中 甲太后毛东柱 曾教过康熙门武当派的 八卦游龙掌 天龙八部中 慕容父母和段玉 在少林寺大战时 曾用过八卦刀法 还有八卦剑法等等 盘点 秦文笔下那些 从一到万 带有数字的神功 九 秦文笔下 关于九的武功呢 不仅数量非常多 并且质量也是极高 比如 有我们耳熟能详的 九银真金 九阳神功 独孤九剑等等 其中 九银真金和九阳神功 是社交三部局中 最富盛名的武学秘籍 练成之后呢 内力当事无品 而独孤九剑 则是笑傲江湖中的 第一剑法 号春天下武功 无所不破 是令狐冲的核心功法 此外呢 还有亲自九打 金鼎九势 大九天手等武功 十代表武功 长拳 十段紧 碧雪剑中 华山派之为普通的 入门武功 但越是普通呀 使用起来就越能体现 总是风范 默仁金就曾亲自向 袁振志演示 袁振志从这套武功中 误出了不少妙用 其他著名的数字武功 还有 小龙十八掌 太极十三剑 玉女剑十九势 孟伯飞快活三十掌 三十六路 大琴拿手 六十四路 轰天雷阵挡法 八十一路 武虎刀等等 代表武功 百花错拳 书建恩车路中 袁振骁自创的绝学 后传于陈家洛 百花错拳的要指 在于一个错字 每一招均和各派 祖传正宗手法 相似而实非 讲究似是而非 出其不意 在外人看来 拳法都打错了 另外呢 碧雪剑和陆鼎记中的铁剑门 有独门轻功 神星百变 这么武功的优点是 不太需要有内力基础 即便是蔡如伟小宝 也可以学的是有模有样 千 代表武功 千手如来掌 笑江湖中 少林七十二十字之一 方正在于任我行 教计时 曾用出过死武学 掌力越打越快 敌人犹如被千掌万掌包裹 没以判断 是掌在哪个位置 让人防不顺防 此外呢 以天中张无忌的表妹 殷迪曾学过千猪万毒手 需要以血四猪 训练师 当武功大成时 容貌也会变得极丑 万代表剑法是 万花剑法 笑江湖中 恒山派绝技 定进师太 抵御日月神教的围攻时 曾用过 原文称 只见定进师太 剑光闪动 如盛开的万花朵朵一般 叮叮当当一阵响 十多枚暗器 尽数被击落 该剑法 瞬间得到魔教的夸奖